I'm in the back 你看刀鋒鵬人 確實在這個婚姻的上面 亂講 我也是刀鋒鵬人 只是 只是時候未到而已 而且他講的 這個行業算是相當的特殊 很冷門 但是他侃侃而談 也相當有自信 所以 所以我認為它是真實的可能性 非常的高 好 Tim到底是真的當事人 還是假的冒牌貨 真真假假要壓幾分 來 請選擇 第一組選擇的是假的2分 第二組也是假的2分 第三組還是猜假的 但是只壓1分 假的原因是 他剛剛說 因為在過程當中 他聽不到一個比如說 很合理的一個 收費的一個標準 我想說這個行業 應該是一個夢想的行業 或者說一個未來會發展的行業 我覺得應該不是 好 來 為什麼是假的冠軍 因為我覺得 以他剛剛講話的口條 不太可能會騙得到法拉利 請問要騙到法拉利的口條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是 就是乖乖的上班族啦 就是你們太逼迫他了 就讓他講的 背那些稿子有點不太少 沒有 因為我 因為我不是台灣人 你不是台灣人喔 你不是台灣人喔 OK OK 來 現在的小三看起來都很不像小三 你太像小三了 我已經太刻意了 OK… 好 真的了不起假的好新奇 到底是真是假 正確答案是 我們要去乖乖的上班族吧 三個少 要放三分 OK 來 Tim 你真正的職業是 學生 你是台灣人 不是台灣人 你不是台灣人 那你是 澳門的 澳門喔 OK OK 你們要不要跟人家道歉 剛剛是誰一直說 人家搶這件小三臉 對啊 是誰 說怎麼樣這樣 你不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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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小燕哥講說 這應該是未來夢幻的行業 凱樂 這不是未來夢幻的行業 這是日本現在已經有 新推出一個職業 是他們的真信社延伸出來的 叫做拆散部隊 專門拆散夫妻感情 好 這這題我們要恭喜 現場的三組 都獲得兩分兩分一分 恭喜 恭喜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二位 凱樂帶來的當事人 是什麼樣子呢 來 2號 王子維她20歲 她看起來就是 穿了普通紅色T恤 然後有擺一些 水果 有 羽毛球 拍子 水果 西瓜 香瓜 來 她是幹什麼 我覺得她應該是這個 表演的達人 比如說那種平衡感 平衡感 平衡感很強的人 OK 平衡感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嘛 比如說你把那個掃把 或者是 對啊 或者是桌子 OK 來 西瓜 她把任何水果當羽毛球打 但是我 她打西瓜這樣打 對 但是我的想法是覺得 她也是特技人員 她是任何的東西 都可以用那個羽毛球把它打穿 來 凱樂 她到底是什麼樣 好 其他意思 歡迎今天的第二號 她是用羽毛球配 妳說的是色果西瓜 好 色果西瓜 怎麼可能可以猜中 好 那王子維 要練成這樣的一些神器 所以妳每天要練砂球 要練兩三千次嗎 我平常的時候 都會花七八個小時來訓練羽球 但我為了練習破西瓜 我還會再多花一二十分鐘的時間 來練習我的砂球 那妳當初為什麼想要練這個 是因為妳要取笑妳學長 為什麼 因為之前有媒體 也去採訪我的學長來破西瓜 但是我的學長一直都打不破 我那個時候就看他打賭說 我一定可以打得破他 妳剛剛講說 練羽球要花七八個小時 為了練破西瓜 妳還要再多花二十分鐘 所以妳所有時間 幾乎都花在這裡的話 妳因此也沒有辦法交女朋友 對 因為其實我的休息時間 也算是很少 然後交女朋友的話 然後他傳一封訊息來 我又要再傳一封回去 我覺得那些時間 還是拿來休息比較實在 就打幾個字會怎樣 就打想妳是會怎樣 他可能早上的時候 我一睡起來的話 又要再回他 然後就是一拿到手機 就是要回他 我覺得有問題 他的問題還不只在這 他的問題在這 他每一個寫想妳後面就有殺 想妳殺 哪個女朋友看了我也不嚇死 好吧 這有一個在打羽毛球 因為我以前在高中 羽球隊的 來… 所以我可以做一個 就是他可以轉過去 讓我看一下他的 你是用左手打還是右手殺 右手 那你可以轉過去 然後把那個衣服拉緊一點 讓我看一下 OK 謝謝 好 可以了嗎 可以… 好 謝謝 我可以問一下就是 在 練習的過程中 最困難的點是什麼 妳是說破西瓜 妳知道嗎 因為妳一天要殺球兩三千次對不對 對啊 妳要練多久的時間 然後困難的時間 破西瓜的話 我可能練了兩三年吧 最困難的地方是 我就是手受傷的時候 我還是要忍著痛苦 繼續來練習 不能休息 好 王子維 是真的當事人還是假的冒牌 或要壓幾分 來 三組請選擇 真的還假的壓幾分 好 好 第一組壓的是假的兩分 第二組是真的兩分 第三組也是選真的壓三分 好 我想要先 因為都已經壓上去了 想要問一下就是 高玲 剛剛為什麼要把衣服 轉過去要衣服拉起來 讓妳看背 因為其實打羽毛球 我剛剛問說 左手殺或右手殺 你特別用一隻手殺球的人 那個背肌會特別發 妳可不可以轉過去 讓大家看妳的背肌 我已經很久沒看到了 妳是右手還是左手的 我也是右手 對 我也是右手 其實剛剛它很明顯 右邊特別大 對 右邊 來 同學轉過去 右邊特別大 有沒有看出來有嗎 有 你說那一塊 那一塊特別大 對… OK 所以它真的一直常練 你們判斷假的原因是 對 它也許是一個 羽毛球的練家子 但是你說要用羽毛球射破西瓜 我們覺得不太可以 OK… 好 真的了不起假的好心情 真真假假 正確答案是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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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是真的 你真的不相信羽毛球 可以打穿西瓜嗎 對 除非我們等一下有好戲看 OK 第一水都能穿10了 為什麼不行 好 那我們就讓大家來看看好戲 王子維新手殺給你看 羽毛球 穿西瓜 來 好 接下來王子維就要表演這個神技 不過王子維請問一下 那上面擺一個西瓜 一個香瓜 那請問一下 妳在練習的過程 有沒有 有嗎 妳知道我們這兩個西瓜 香瓜 對面是 我們很昂貴的攝影機 沒有 重點是我幫你攝影大哥 在那 怎麼樣 我之前都是對著牆壁打 那牆壁有破嗎 牆壁 聲音還滿大 可是是沒有破 大哥你保險 大概多少 OK嗎 因為那個 因為有很多學生剛畢業嘛 其實我們 真的要打 希望妳寧可打到人 不要打到機器 機器比較對 有那樣的 有沒有人性 大哥等一下那個 葉玲就不要給她進口 好 OK 來 加油 加油 來 請 加油 唉唷 還真的吵攝影師打 沒有 沒關係 一般 一般我知道這個總是會有成功率的問題 對 大哥你有沒有怕一下 有 有 來 慢慢來 不急 好 加油 好痛喔 大哥 你為什麼要吵攝影師打 太大了 等一下 你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大哥已經比了那個手勢了 對啊 那個大哥下次看電影 可以賣優待票了 真的耶 你看 裂開了已經成功 真的耶 裂開了已經成功 真的耶 裂開了已經成功 打到那個香瓜了 整個都是 天啊 我真的破了耶 感覺好像被車臉過一樣 大哥 他剛剛如果直接打到你 那個就是這樣子 破蛋 而且 而且你看 他破得還滿 他滿痛的耶 他滿痛的耶 很痛的耶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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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掉一個護車 所以你沒有再出口 快進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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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超痛的 真的可以耶 所以你 你現在知道 你為什麼交不到朋友嗎 每個人看你這樣子打 誰敢跟你交往 你是要多恨習慣 好恐怖喔 你現在是習慣打完會吃嗎 OK啊 OK啊 這是重點嗎 你應該想說 萬一這一球打在大哥身上 大哥不是又變蛋花湯了 對 重點 變得好準喔 好狠喔 你有測過你殺球的時數嗎 我是沒有測過耶 可是之前現在世界最高幾乎 好像時數是490幾吧 對 怎麼那麼快 我給你講得太強 因為你剛剛講350 一棒可以到350左右 對啊 所有的球在裡面 羽毛球的速度是最快的 比高爾夫球比棒球還快 好厲害 讓大家見識到這個功夫 真的非常厲害 超強 還有所有人不要沒事惹王子惟 OK 好 來 謝謝 謝謝 請 好酷喔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 第三位前一世到底是誰 什麼事呢 來 歡迎3號陳如芬 好 你看陳如芬 穿著打扮氣質各方面判斷 小燕哥 以她的面相來看 我覺得她應該是 職業後母 真的 沒理嗎 究竟陳小姐是什麼特殊人物 她會是真的兩二群 所說的職業後母嗎 Jerry 看起來是普通上班族的感覺 對 你覺得她是為什麼可以這樣 什麼事 小燕哥 以她斯文的外表跟 她的職業應該是 那不是職業 很多後來這樣的甜蜜飯 被抓到的時候 都是長這個樣 她的司機是什麼 其凶一 因為其凶一百人